记者王璇情形北报道 42岁的李姓酒驾惯犯 昨晚在度酒后 骑车上路 警方见状上前盘查 不料李南巨见还加速离去 途中见警拥击 机车尾随在后 竟不断口出额言挑衅 更朝远景丢直安全帽 远景趁机蓝停 李南还骑车冲撞 两人双双倒地 远景也挂踩 最后李南九侧值高达1 35迅后依公共危险 及妨害公务罪嫌宋办 警方调查担任工人的李南 过去曾有三次酒驾记录 却仍无视法规 作与有人在卡拉OK聚会好影 晚间酒时许再度酒驾 骑车行京新北市 淡水北投紫石 因面色潮红 骑车不稳 引起淡水分局水队 派出所警员游魔幻注意 游园上前盘查 不料李南至简 加速往中山北路一段方向逃逸 游园随即骑警 用机车尾随 途中李南平朝 游园叫嚣 尾随600公尺后 李南气愤 持安全帽 丢向游园 游园趁机蓝停 双方发生擦胀倒地 导致游园右脚膝盖擦伤 李南则脸部及四肢擦伤 警方表示李南酒测值高达1 35 目前人在医院治疗 占无生命危险 待出院后将医公共危险及防害公务罪嫌送办 饮酒过量 有害健康 禁止酒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